从始祖犯罪看神的救赎计划 第一段我们已经分享 第一段神在伊甸园下一道命令 第二段犯罪前伊甸园的情景是如何的 第三段犯罪的经过有详细的记录 第四段 人犯罪后看神的反应 神的行动是什么 神有三个行动 第一 神来到园中 第一 神在寻找人 寻找已经犯罪的人 有罪的人 第二 神呼唤那人 呼唤那已经得罪神 已经要被审判的人 第三个行动就是神进行审判 那第五段 人犯罪后的反应跟行动 也是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害怕 第二种就是起来躲藏 那躲藏什么 其实他是躲避神 逃避神 第三个动作就是 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群子 靠自己的方法聪明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继续第六段 在审判的现场 神马上宣告做救赎的福音 宣告救赎的福音领导 在十五节 四平面 这里是神对蛇的咒诅 蛇的刑罚 其实是对后面的幕后主使者 这是撒旦 蛇要跟女人 特别是女人的后衣 来逼此为仇 那女人的后衣 要怎样对付这条蛇呢 这个怒吼的魔鬼呢 这里说 神宣告说 女人的后衣要伤蛇的头 伤撒旦的头 完全地对付他 制止他 但是这个蛇呢 这个灵界的魔鬼呢 他只能够伤害 女人后衣的脚 他只能够伤害我们的脚而已 他不能伤害我们的头 据是说 魔鬼会伤害我们 会让我们受伤 流血 但是他不能让我们死亡 他不能够让我们死亡 但是女人对付他的时候是直接让他死亡的啊 但是女人对付他的时候是直接让他死亡的啊 所以有这种能力啊 原来这15节就是最早的福音啊 在异点园 神从第二次重新再宣告救赎的福音啊 这意思是说 女人的后衣是指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尼赛亚要借作同你玛利亚降世为人 降生啊 尼赛亚要到来拯救 那主耶稣来到这个四千 说是成立救恩 真正的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要对付魔鬼的 要将许多世人受这个魔鬼的挟制 魔鬼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长死权的魔鬼在他的死亡阴影下 要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 十字架是要从死亡中救出来 那么第一次宣告是我们昨天已经讲 那是神说 造人的时候 神说我们 那个是第一次福音的预告 这个三章十五节是第二次做福音的宣告 我们看到在审判的现场当中 神马上宣告救赎要领导 救赎的福音要领导 那我们讲第七段 神维亚当跟夏娃做皮衣给他们穿 这个是三章二十一节 刚才十五节是神宣告救赎的宣告 救赎要领导 自己说神宣告神要拯救 神要解决这个死的问题 那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 神是在宣告救赎的方法 那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 方法必须要流血牺牲 这样才能够把罪遮盖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因为当神为他们做皮衣的时候 这个皮衣是用谁的皮 是谁的皮啊 当然是动物的皮 那什么动物呢 当然是羊 因为这个是福音的预表 福音的宣告 因为这个是福音的预表 福音的宣告 这里不可能是用其他的动物的 不可能的 传道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当施洗耶翰来 见证耶稣 介绍耶稣的时候 施洗耶翰怎么样讲呀 施洗耶翰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见证耶稣 介绍耶稣 知道吗 他在众人的面前 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当众信正宣布说 看哪神的羔羊啊 我们外邦一定很奇怪的 他明明就是人 就是主耶稣啊 怎么说他是羊呢 他是神的羊呢 你有搞错没有 这样讲人家是羊的吗 施洗耶翰他不是说 他是救主啊 他是神这样是 他不是这样介绍 他是羊 是神的羊 神预备的羔羊 是这样介绍耶稣的 你有看到吗 那这个羊要来做什么 那个施洗啊继续说 是除弃世人罪孽的 是要来除罪的羔羊 这是记载耶稣福音书1章29节 那么在伊甸言的时候 神就撒羊了 就已经宣告了 已经告诉我们 他要用这个方法 牺牲流血 付出生命代价 来做拯救 这样来做拯救 来满足神的公寓 神的审判 所以在这个第三章里面 当人犯罪后 神在现场 马上做了两个很重要的 很大好的福音 很大好的信息 第一 尼赛亚要降临 要对付撒旦 第二 神告诉我们 他要怎样得救 怎样方法 让我们脱离死亡 脱离罪 神这样讲的时候 这样宣告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当然很痛的 因为他知道那是羊 那是牺牲的羊 就是他自己 他四千多年后 四千年后他要来 来拯救人 来付出生命 流血舍罪 但是人还不接受他 人还不相信他这个方法 神用这个方法 做得皮衣才能够永远的遮盖罪 太阳出来也没问题 因为他不会骨干 那关于这个方法 那关于这个还有很多福音的内容 传道就省略掉了 there are a lot of content regarding the gospel I would not talk about that 那启示录呢 主耶稣有提醒我们 But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esus reminded us 我们已经有这个救恩的皮衣了 有这个衣服 遮盖 羞耻了 已经有了 耶稣已经给我们了 主耶稣 他提醒我们 你要看好 你这件衣服呀 为什么要看好啊 因为有人要抢这件衣服 那我们来看启示录 这个皮衣你现在要看好哦 主耶稣已经给了你 你没有看好 你失去这个皮衣啊 这个救恩的衣啊 你自己保重哦 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 Now it is the reminder from Jesus that we have to keep it properly and keep watch over it if it has been snatched away then you will lose your salvation 不要说主耶稣没有提醒你哦 You cannot say that Jesus did not remind you 你没有看好你这件衣服 这个救恩的衣服 You have to keep watch over this grope of salvation properly 就是看启示录的十六章 return to Revelation chapter 16 十五节 verse 15 这个是启示录当中 欺负当中的第三个福气 These are seven blessing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看守衣服的 警醒看守衣服的 免得你的车身露出来的 你这个人就是有福的 And a blessed is he who watches and keeps his garments unless he was naked 问题是为什么 要看守这个衣服呢 Question is why do we have to keep watch over these garments 大案在十三节 verse 15 因为旁边呢 有三个物畏的灵 在我们的旁边 Because you will be in the midst of three unclean spirits 一个就是龙 First one the dragon 龙的工作就是迷惑 The work of the dragon is deception 它用迷惑 让我们上当 让我们受迷惑 而把这个衣服丢掉 把这个衣服 来送给它 他是用迷惑 让你丢掉这个衣服 让你不要这件衣服的 The dragon will deceive us to give away our garment 当你把这个衣服 脱下来的时候 丢掉这个衣服的时候 你就车身入体 你的袖子肯定露出来 When you take out your robe and you will be left naked and you will expose your nakedness 这个是用迷惑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龙的工作就是迷惑 This is by the work of deception of the dragon 今天许多人受迷惑 把我们教会的信徒 把我们一些圣子人 已经受迷惑了 知道吗 Today so many of us fall deep into this deception and including our members 这个是龙的工作来的 That is the work of the dragon 用地就是他把你脱掉 把你 要叫你试弃那个衣服 With the sole objective for you to forsake your garment 那第二个是谁呢 Who is the second person 第二个有兽 也有兽在我们的旁边 The second spirit being the beast 这个兽呢 是凶恶的 是残忍的 This beast is vile and is ruthless 他是用逼迫 用暴力 用恐吓 用对付我们 伤害我们 来把我们的这件衣服丢掉的 By force By threatening us By hurt And we want to We want to give away our garment 这就是逼迫啦 暴力 That refers to persecution 我们有时为了负因 为了真理 我们会受伤害 会流血 Sometimes we are hurt and we shed blood and we are injured Fo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gospel 这个就是兽的工作 兽的 兽正在对付我们 That is the duty of the beast Against us 那第三个是谁呢 第三个是假先知 The false prophet 假先知用 什么方法 骗我们这件衣服 他就是用骗的 假先知就是那把口 那把嘴巴 够把嚎啊 骗我们 把衣服丢掉 The word 这些衣服是很珍贵的 世界没有的衣服呀 也不是用钱可以买的 你用全世界也买不到的呀 You cannot buy with your money 用全世界也换不到的 You cannot even exchange it With the entire world that you have 因为这个衣服 是主耶稣用他的命 用他的血 付出他的命 来做给我们的呀 主耶稣的命来的呀 主耶稣的血来的呀 Because this garment is made of the very life of Jesus that he sacrificed for you 你就知道为什么 这个三个邪的东西 要抢我们的衣服了 Now you understand Why did these the three unclean spirits want to snatch away 因为这衣服 穿上去就可以进天国的呀 Because it is the garment by which you wear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enter heaven 你要看从你这件衣服 余信没有第二件了 所以不会再给你第二件了 就是只有这一件而已 Watch and keep your garment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piece that you have You have no second piece 但是很可惜哦 But very pitiful Without the need of any persecution at all Any herd that comes to our way Some members already give it away very easily Somehow This is very sensitive I would not bring up too much detail 那个就是把衣服脱掉 不要了耶稣这件皮衣啊 不要了 就闻了衣服 他自己不要 They give up this garment and robe of salvation and they go to other religions 也没有说暴力啊 也没有说什么逼迫都没有呀 There is no persecution and no force and compulsion 只能够说他被迷惑 I can only say that he was deceived 迷惑是静悄悄来的 你几时受迷惑你都不知道 旁边人也不知道的 大概就是荣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 comes in quietly and without you realizing and that is the work of deception by the dragon on you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八段 神宣告死亡的到来 and there is declaration of God of the coming of death 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嘛 是吗 because God is said that the day that you eat of it you will surely die 在神的创造当中 是没有死亡的 in the creation of God there was no death 神用化 用祂的化 来创造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with the word of God God created this entire world 神用祂的生命 来充满这个世界 用生命来创造这个世界 God created and filled this world with this life 所以第一天的光 光照光 就里面 光里面就有许多生命的元素 在里面 许多生长的生命 需要的元素 在里面 好像第三天的青草树木 好像第五天的水里的 一空中的鸟 好像第六天的动物跟人 这些全部都是充满生命的 而且生命是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让人惊奇的 第三天的生命 第三天正式看到生命出来 成长 树会长起来 会借果子的 但是那个生命 是叫做不移动的生命 不会移动的 站在那边的 那到第五天的生命呢 是会动的生命来的 鱼在水里会动的 鸟在空中会动的 会走动的生命 本来是 只不会移动的生命 一直到会移动的生命 一直到第六天的时候 生命经过到最美丽 最精 最荣耀的时刻 最美丽的生命 因为第六天的生命 做人的时候 造人的时候呢 他是用神的形象荣耀创造的 那个生命是最完美的 最荣耀的生命 那 传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要告诉你 让你明白 在神的创造中 没有死亡 都是充满生命 而且生命是 越来越完美 越来越荣耀 神用化创造世界 神用生命充满世界 没有死亡 死亡都被光 被生命驱走了 但是今天死亡从哪里来呢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原来死亡就是从这里来的 保罗有对这一切的解释 他说没有罪就没有死亡 请看罗马书的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里直接的说 没有罪就没有死亡了 死亡是因为罪来的 这个就是主要书的宣告 神的宣告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神的话没有改变的 神宣告死亡的到来 圣经启示我们 神的仇敌是谁 当然撒党是神的仇敌 他是对付神 一直破坏神的 成了神的仇敌 但是神还有一个仇敌 是什么来的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二十五二十六章 二十五二十六章 什么时候做王呢 这个王是指永恒的王 永永远远的王 永永远远 进入永恒里面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 因为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 那怎么做完成呢 等到神把一切的仇敌 都放在祂的脚下 所以主的仇敌 不是一个人知道吗 一切的仇敌 都放在祂脚下 什么时候主耶稣 把一切的仇敌 放在脚下呢 得胜呢 祂救恩成立 祂护我得荣耀的时候 祂就战胜了一切的仇敌 所以二十六节 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到最后最后的时候 神要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原来死是神的仇敌之一 神要对付死亡 主耶稣来就要对付死亡 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救赎 就是要对付魔鬼撒旦 第二就是要对付罪 因为魔鬼是叫人去犯罪嘛 去害人啊 那因为罪就带来了死亡 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 第一对付撒旦 第二对付罪 第三对付死亡 那么就是圣经说的 借座十字架的救赎 灭了烟酬啊 灭了这些仇敌 烟酬的意思就是 有仇恨 跟你有敌意 有恨在里面 灭了这些恨 灭了这些敌意 这些敌人 这个是在以后所出 二章十六节 这个就是从始祖 犯罪看神的救赎计划 现在我们来分享 拿一点时间来分析 什么叫做死 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亚当没有马上死呀 他不能只命马上死 他还活了九百三十岁啊 九百多年才死啊 我的天啊 他到底觉得神说的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个是什么死 是怎样死 什么东西来的 我觉得智德 用一点时间来跟信徒分讲解的 对死亡有更深的 有更清楚的去认识 原来我们从圣经看到 有三种不同层面的死 有三种不同的层面 第一种死 叫做今生的死 今生的死 就是你灵性的死亡 这种死呢 你的肉体呢 跟你的灵魂呢 还存在的 还在你的身体里面的 还好好的 但是在神眼里 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因为你的灵性已经死了 这个就是亚当的第一种死 你看他的身体 还好好的 他的灵魂也还在 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 灵魂也还在 还活了九百多岁 可是他灵性已经死了 这就是他的第一种死 这叫做灵性的死 今生的死 今生还好好的 其实已经死了 今生还活着 其实已经死了 我们看启示录三章一节 启示录三章一节 神对这个撒迪教会说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但是其实是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他们的行为 在神面前 已经死亡了 因为没有一样是 是完全的 他们的灵性 已经死亡了 这是第一种死 那么还有第二个例子 今生的死 灵性的死 除了这个撒迪教会 启示录十三章 我现在在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做今生的死 什么叫做灵性的死 人还活着 肉体还没有捕烂 灵魂还在身体 其实已经死 启示录十三章 我们读这个十八节 十八节里面说 凡这里有智慧的 聪明的 可以计算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是人的数目 他们是人来的 兽是人来的 那么他们的数目 有多少呢 他们的数目 有六百六十六 这个撒党数目 撒党帮 撒党群体的数目 这些人还活着 还没有死 肉体还在 灵魂还在 但是他们已经成为兽 已经成为野兽 就是说他们是已经 没有灵性了的 没有灵性了 没有善良 只有凶恶 只有惨暴 不断地想要害人 要对付人 要吞吃人 事实上他们已经 他们的灵性死了 善良死了 所以这叫做第一种死 知道吗 亚当就是这样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人还活着 灵魂还在 其实已经死了 第二种死 叫做肉体的死 也叫做阴间的死 意思说 他的灵魂 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 而且他的身体 很快就会腐烂 会发臭了 这叫做肉体的死亡 也叫做阴间的死亡 为什么叫阴间的死亡呢 因为他的灵魂 吓到阴间 等候审判大致的到来 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讲 这是绝书讲的 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 那个大篇道理 一个是上天国去 乐园去 一个是下阴间去的 有没有 那是指他们肉体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 就是指你的灵魂 离开你的身体 然后你的肉体呢 就会腐烂 那叫做肉体的死亡 那么灵魂去那里呢 灵魂不得救的呢 就进入阴间等候 得救的呢 就到乐园等候 所以绝书对那个强大 那个悔改的强大说 你今天就要跟我在乐园 断气的时候 你的灵魂就要跟我在乐园 可是他的肉体 是留在地上的 是被埋葬的 是埋在坟墓里的 肉体是埋在地上 但是灵魂 不是上乐园 就是下阴间 这个叫做肉体的死亡 或者叫做阴间的死亡 那灵魂离开身体 圣经有这样记载 请看创世纪三十五章 创世纪的三十五章 十八节 这里说当拉戒 要死的时候 他将近死的时候 灵魂要走的时候 灵魂要走的时候 就是死亡了 那言文也是一样 言文说 灵魂生命走了 灵魂走了 生命也走了 因此我们对死亡 进入到第二层面的认识 然后不用到大审判 才知道是得救还是灭亡 不用 基督徒死的那一刻 灵魂契乐园 还是灵魂下阴间 已经知道了 当然 活着的人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知道了 不是外方人不信神的人才下淫捐 我不是 不是他们才不得救 我不是 因为财主耶稣 亚伯仁的子孙 也是信神 敬拜祖予真神的 那撒路也是敬拜真神的 同样是神家里的人 但是死的时候 这两种信徒 这两个信徒 去的地方不同的 我们现在来分析 第三种死 第三种死叫做永远的死 也叫做灵魂的死 或者叫做第一的死 这种永远的死 灵魂体全部下地 整个完整的全人 整个完整的人 就包括灵魂体 但是整个人 你有灵魂 但是没有体 也不是完整 你有灵 有肉体 但是没有魂 也不是完整 所以完整的人 是灵魂体 整个完完整整的 下去地域 还是完完整整的 整个上天国 是完整的知道吗 不是把它拆开的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专题 在讲这个灵魂体的 这个互火的问题 没有时间讲的啦 只是跟大家分析 进入里面 去了解 更明白 圣经说的死亡是什么 原来死亡有三种层面 在圣经里面 第一叫做精神的死 也叫做灵性的死 第二叫做阴间的死 那就是肉体的死亡 那第三上诗叫做永远的死 那是灵魂体都下地狱的 或者是灵魂体都上天国的 那主耶稣的复活 就是整个人 全体完整的灵魂体 互火的呀 圣经说 其实我们说 主耶稣怎样互火 我们就是怎样互火 没有说互火 其中一个 兴趣 其中一个又 又留在地上 没有这样的呀 人肉体也互火的呀 好 那亚当笑娃 吃的当天 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 在过了930年后 亚当的肉体也腐烂了 930年后 肉体才开始腐烂 但是吃的那一天 灵性已经死了 930年后 进入到第二层面的死 那么只剩下灵魂 还没有死 还没有救到永远的死 要等到大审判 神的摆设大审判到人的时候 才决定 你是永远的死 还是永远的死 永远的永生 得生 现在亚当笑娃 他们等待的是第三种死 永远的死 正在等待 那你说亚当笑娃 能够得救吗 这个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 但是他经历了第一种死 吃的日子死 灵性死 他也经历了肉体的死 然后灵魂在阴间等候 今天 不知道在哪里等候 我只能够说 不懂在阴间还是在热源 不知道 他的灵魂正在某个地方等候 我只能够这样讲 有没有传道如果说他的灵魂在阴间等候 那就审判了他了 如果我传道说他灵魂在热源等候 那传道你怎么知道他得救呢 他会反神诫命 你们想呢 不过我心里 爱里面就是凡事都相信 我相信他得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可以献祝啊 他可以赎罪啊 但是已经有献祭了你知道吗 在亚当犯罪过后就已经有献祭了 知道吗 因为他的孩子 两个孩子都去献祭啊 都会献祭的呀 亚伯也去献祭啊 亚开盈也去献祭有没有 孩子会献祭 父母亲不会献祭啊 那孩子怎么知道要献祭 当然是父母亲教导的呀 亚当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有献祭 赎罪的这种方法 我相信他得救 神赦免他 因为当旧业就是靠献祭 献祭嘛 那亚当怎么知道 需要用献祭方法 当然是神启示他呀 神杀那个羊的时候 就启示他啦 救恩 牺牲流血 羊要被杀 用羊来代替 就是旧业的赎罪啊 用羊代替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 根据旧业得救的方法 这样的感动啦 你不信也是你的事啦 但是我相信 你不信没有关系啊 但是我相信 但你希望他下阴间吗 下地狱吗 除非他不悔改啦 除非他不献祭啦 不赎罪啦 除非他不赴祭啦 除非他不赴祭啦 那圣经呢 对死的定义呢 其实就是各觉 与神各觉 在神眼里的死亡 就是你永远见不到神 你永远跟神各觉 你回不到神那边去 在神里面 真正的死亡是指这个 永远以神各觉 下地狱 那就是永远跟神各觉 你永远回不到神那边去 那就是死亡啊 神真正对死亡的干嘛 是你跟他各觉了 那神宣布他 你吃的这 必定死就是神跟他各觉了 他见不到神 他不能够回到神那边去了 他已经释取这个资格 这个恩典了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最痛苦最害怕的 就是他以神各觉 有没有 当神离开他的时候 他怕到那边喊啊 神啊你为什么离去我 神离开他 他跟神分开了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什么叫做真正的死亡 就是有三个层面 在神眼里认定的死亡 就是你跟他各觉 跟神永远各觉 那就是死亡 所以今天的信徒 一些信徒 很无知的 自己自动地跟神各觉 不是神不要他 不是神不亲近他 他自己不要亲近神 他自己不要来敬拜神 他自己把神丢掉 跟神各觉 好像跟神没有关系 好像教会神的家 神的是全部跟他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你是自己跟神各觉 自己各离啊 自己跟神各觉 不是神跟你各觉啊 你自己进入死亡里面 跟神各觉 远离神 就是你自己进入死亡 自己找死 我们要救这些信徒 要让他们明白 所以我们常常鼓励说 要来计会 要来亲近神 要跟神联合 要跟神祭合在一起 要吃圣餐 与神联合 常常有那种关系 没有各觉啊 我们 advise and encourage all members to always come into deep communion with God therefore we have this relation with God but not sepa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